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就说说流年 元月老兄 你掌管的是零点民意调查 咱们不为自己 您给我们报道报道 2010年老百姓你们最近做什么调查 我们让老百姓盘点2010年 总体的一个感受是2010年是比较郁闷的一年 如果我们把2010年跟过去的几年中间 包括跟08年金融危机爆发那年比较 它的满意度都是比较低的 那么这个满意度突出的表现 第一是物价对它的刺激非常大 而且这个物价直接在比如说农村和小镇地区 已经到着有将近一半的居民 他考虑说明年是不是应该要无尽钱袋子消费 所以它是影响到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物价往上涨的时候 同时他这个收入是感觉是贫中有降的 就是他的一个感受就是收入是没有提升 收入甚至是受到挑战 特别是有四分之一的老百姓 是觉得他的收入是有趋降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时候有个感觉 物价往上涨 收入是平的 还有点降 那种减刀差 导致他的心里感受就比较有问题 那么所以今年是物价应该说是突出的表现在 影响老百姓看经济形势的一个因素 除了这个之外 房价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甚至我们说到这个 说到这个说 许教授说 为什么北京制度不用这个市场 北京制度如果你用市场的话再把一个停车价再往上涨的时候 老百姓更觉得你动不动就什么东西都涨价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现在价格变得非常的敏感 你知道前一阵不是发展委推一个阶梯电价吗 阶梯电价 阶梯电价 就是说 说你们家用的电呢 如果在某个水平之下呢 就不涨 如果用的多的话呢 让你多一点 其实本来是挺合理的一个东西 但是后来因为它也涉及到价格 你看这一阵就不说了 所以 现在只要说到价格就非常敏感 不管是合理不合理 只要涨 老百姓心理上就感觉到 怎么百物腾贵 怎么什么都涨 它就变得非常的敏感 所以我就明白了 怪不得他们这个 就是政府的这个两难 他们搞经济的老在说 什么市场经济 用价格杠杆 但是问题在于 另一方面的这个民 这个民感觉到的是 你任何东西 只要用价格涨上去 这个就讲到的说 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 不完全是同一个东西 老百姓有的时候 他被因素刺激以后 他产生会有普遍的恐慌心理 我觉得涨价吧 就是说它一定要有个基本的原因在 像今年开冬的时候讲说 今年可能会是世纪大寒 然后因为那个鹅绒 什么千年极寒 千年极寒 那为什么鹅绒它的成本涨价了 所以今年买鹅绒服 可能也会涨价 我觉得这个理由 这个原因 最大的理由 不是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一般知道的 这种供需的问题造成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 国际的整个热钱到处流动 它在这个其他 比如说股市不好炒 因为中国的股市是相对封闭的 那么同时房价政府在调控 所以它主要可炒的 大概黄金是可以炒炒的 除了这个之外 然后它没得可炒 所以它去炒大宗商品 所以今年的这个物价波动 这个就是资本 内外资本都去炒这个大宗商品 它跟以前是因为说 因为要大家都要穿衣服 然后然后融不够 融价上升 其实这个呢 是一种合理的市场波动 而这个大家如果去炒 把大蒜炒得很贵 然后炒辣椒炒得很贵 把糖炒得很贵 它一个一个炒过去 然后把乌污王八都炒得很贵 你明白吗 它把市场的价格 所以它的成本提高了 我觉得它的那个 那个羽绒服涨价 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 也可能是合理的 但是你知道最近不是那个 咱有两著名的这个白酒 茅台 不是之前五粮业先涨 五粮业先涨 后来茅台也跟进 而且一涨涨20% 然后我就想那什么原因 粮食价格 你知道他不是 他还不是说粮食价格上涨 他说为了要符合 我们消费者的身份 品位 这个象征 所以我们必须把价钱抬高 这也是一种营销方法 但假定是假定你物价往上走 我的收入也跟在往上走 那么这个其实 它这个之间有个冲击效应的 但是如果是物价往上走的时候 老百姓的收入 其实尤其站在普通工薪组的角度来说 它的收入生长是不明显的 一方面我们现在的经济中间的活跃度 很大一部分 实际上是这个投资拉动的大型建设 它跟普通人的这个收入之间的关系比较有限 你说这个中国是个发展很不平衡的一个国家 你看我现在已经见到有的人就是爸爸要放弃 你就咱们很难想象 爸爸要放弃每天的一个苹果 就爸爸原来每天要吃一个苹果的吗 但是现在为了让孩子能够吃两个苹果 就已经涨价涨到这种程度 可是另一方面 怎么全世界都觉得最有钱的都是中国人的 你们这个圣诞假期减价 你知道我在香港 对 看到 包括美国 包括美国 我跟你讲 管我巴黎 尖沙嘴 好家伙 他们只给我看 排 真的我见着排队了 现在买什么LV 或者买什么Prada就已经凹了 全是大陆游客 在什么那个 游客是不是有个牌子叫什么 艾马士 他们说现在 你们都买这个了 对吗 我没有 反正是最贵的一个牌子吧 真是就是店只能容这么多人 其他人在那排100多米长 里边卖完一波 又进去一波 全都是我大陆同胞 那你说 他们是先负起来的那部分人吗 它是这个社会 实际上是一个两极 两极化 我们现在看到的 你比如说我们 我们从普通老百姓 无论进程的民工 和普通的打工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有很多的这个企业 所谓的叫做在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是什么意思 产业升级了 原来那些工人 不能简单的升级的 所以这个时候 意味着产业升级以后 对于一些生活良好教育的 或者是某一些群体来说 是受益的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你产业都升级了 但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希望你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或者在原来的普通就业机会 他把他薪水能够涨上去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机会就是不够 但有的地方 比如像北京 其实我们北京 像这个总工会啊什么 他就通过积极通过 集体谈判以后 比如说 这么把保安的工资算出来 然后说你要提高 他的最低薪水 然后这么把那个家政的算出来 他实际上的收入是多少 他明显的 比如低于最低工资了 或者把这个群体的 最低工资来提高 但是呢 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大部分人想工作的 普通的工薪阶层 他面临着国家整个产业 升级的这个要求的时候 其实他既不能增加就业机会 同时在原来的就业机会上 不能够增加收入水平 但是你的物价往上涨 那我就有问题了 我不涨钱 他换涨物价 这个水果不能成熟 说实话 文涛 你说你涨不涨钱的 你涨了一点钱 可能有点压力 但是对你日常生活的影响 是有限的 但对普通的工薪主来说 他立马就能赶到 而且今年呢 就是说他们讲啊 就说是你要真说涨价水平啊 2008年也很厉害 是 但是呢 为什么就像你们这个调查 2010年成了这个 就是群众生活满意度 好像最不高的 这一年 就因为啊 涉及到的这个 比2008年涨价的范围广 对 而且涉及到的 你看咱中这些词 什么唐高宗 算你玩 算你狠 逗你玩 什么的 这些就是多个生活必需品 都涨啊 这个 当然广美的生活 你很难想象 你不了解 谁很难想象 因为呢 我觉得就是北京的高物价 是从我一般进北京来 我就有感受的 我就觉得为什么 首都的什么东西都比较贵 后来我还问朋友 我说那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 有钱的消费群体呢 他说你想想看吧 你们台湾2100万人 就是说他 他即使所有的有钱人集中在一起 他的总量只有多 他的总量只有那么多而已 那你要想到在北京 所有的有钱人集中在一块的时候 他的总量可能就超过2100万人了 没错 而且我就觉得现在啊 就是有没有人管穷人真是个问题 因为呢 商人的利益就是追逐利润嘛 我现在跟这些商人们在一起 我就经常听到的是什么 就这个东西啊 穷人永远不会买你的东西 他们做的都是一少部分人 甚至你看我 我跟一些商界的一些朋友 我就现在发现 他们根本不管穷人的 他们现在要弄的那种特牛的营销策略 叫定点营销 什么要定点营销 你比如他可能就是会买我这种化妆品 或者什么什么保健品的 一个城市里 甚至他们不知道从哪儿 这侵犯人隐私 买来的这种信息 对 把一个城市里的有钱人 我都不上什么电视做广告 我不需要 他直接有手机信息 我给他们不是办party 办party到一个城市里 这个城市里有钱的人全来了 甚至抽奖抽宝马轿车 进行一天长达八个小时的活动 请很多明星连轴转 他说的很清楚 就这个城市 我就真带着有钱人 穷人 伺候他们 没有用 这个本来倒也是正常 因为针对不同的群体 有不同的细分营销 这个是无可非议的 但问题在于什么呢 就是原来我们考虑发展的所谓民生政策 他大部分是考虑什么 解决比如养老 解决医疗 解决这个像失业保险 是解决所谓这个这些基本的保障 但是现在这个物价上升以后 可能对那个人来说 我是有养老金 我是有医疗保险金 我这些都有 但是他物价涨了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不再原来你建设的 那个保障网的范围就对 没错 但他威胁到我现在的生活 那些东西实际上一定算是将来的 而现在这个是威胁到现在的 所以这就给民生的这个政策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课题 那么你说这用什么方法呢 那你说给大家是发补贴金呢 你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当然如果对于像公务员或者是体制内的这个群体来说呢 那你他涨点工资 实际上他实际上是涨工资了 那么涨工资呢 好涨 但是问题是像比如说 即使用北京为例 70%的员工是在私营企业工作的 涨不到他们的 那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他就是随着市场随波逐流的 那涨了就涨了 这个物价涨了 他又涨了 我没办法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就会客观上会猝死了 这个那么多人愿意去参加公务员考试 那我在这个今年的这个底下里面可以看 我每年都做一个叫做职业声望和职业追求的这个 就是公务员今年是姚居第一位大家认为最理想的职业 姑娘现在最爱嫁的 因为公务员 哎呀 要得我得改行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